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请资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北美 依特斯拉迎来了重要的时刻 马斯克11月24日宣布 将在北美地区全量放开FSD全自动驾驶 只要用户订阅了FSD功能 就可以发起FSD请求 从而实现车辆自动驾驶 重要的是 FSD是具备L4级别自动驾驶能力 也就是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用户启动FSD设定好目的地 车子就可以自动行驶到达 不管你是否认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事实证明 特斯拉的确是目前最优秀的自动驾驶汽车 同时也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列 中国刚刚在北京放开了无人驾驶测试 但仅限于一桩开发区 距离商业的设计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 根据Troy Tesla数据 自2016年Q4开放FSD购买以来 截至2022Q2全球约43.7万辆车搭载FSD 其中北美市场选购率约15% 欧洲约6% 中国约1% 2021年22Q2 FSD收入贡献分别约7.91亿 2.27亿美元 我们认为中国市场选购较低 FSD在中国仍然运作不佳 功能有待改善 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更青睐新能源车 专家 特斯拉将成当地最受欢迎电动车品牌 澳大利亚汽车保险网站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的民众更喜欢电动车 喜欢传统燃油车的人数不足三分之一 并且在同等价格下 澳大利亚民众也更倾向于选购新能源汽车 综合分析调查结果后 行业人士表示 这意味着特斯拉将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电动车品牌 4.9月 Model Y成为澳大利亚最畅销的SUV车型 并跻身澳大利亚整体畅销车型前三 而中国制造Model Y车型在澳大利亚市场开启首批交付后 仅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 销量便已迅速超越当地传统热销燃油车型 领跑澳大利亚车市畅销榜 5.美国即将出台一项旨在帮助电动汽车销售的重大计划 特斯拉将在多个国家面临阻力 虽然中国已宣布明年将继续实施免征销售税的政策 但电动汽车补贴目前即将到期 目前的优惠幅度超过3% 由于中国的交货时间缩短了 一些主要的特斯拉观察人士担心 随着产量超过需求 特斯拉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6.在德国 电动汽车补贴也将在明年年初根据汽车价格减少 与此同时 特斯拉正在大幅提高其柏林地区工厂的产量 七高盛近日的一封预测报告指出 在超过1600亿美元的投资帮助下 美国和欧洲预计到2030年将摆脱对中国动力电池的依赖 目前 中国生产了全球76%的电池 这得益于中国自身对电动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力支持 同时 由于主导了从材料到成品的整个生产流程 西方国家也对其在电池上的依赖存在忧虑 8.近期特斯拉汽车宣布其下车型降价 闹得沸沸扬扬 而我们国内的比亚迪汽车 却宣布涨价2000元至6000元 紧跟其后的是吉利汽车 同样宣布涨价2000至6000元 还有就是几何汽车 瑞兰汽车均宣布涨价 9.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的首款车型 2.一叠照曝光 10.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驶入泰国 中国车企的出海战略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方面 长城汽车 比亚迪 哪吒汽车等多家车企 均表示将以泰国为跳板进入更广阔的东南亚市场 另一方面 在泰国建厂 成了上汽集团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等车企的共同选择 巴菲特语录 我们应集中关注将要发生什么 而不是什么时候发生 曾博士解读 近期很多比亚迪和特斯拉的投资人 受到行情波动的影响 十分焦虑 这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不是算命师 谁也无法预测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 全世界都在期待十年后 有一个更清洁的世界 并开始用法律确定下来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